欢迎来到Noyantv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以自我风格引领潮流,诠释Sporty Rich的真谛。 在中国娱乐圈这个瞬息万变,流行风向标不断迭代的世界中,王一博以其独特的个人风格与坚定的自我表达读书一致,他的时尚理念领先行业至少200年,达到Next Level的高度。 他坚持不媚粉,不媚俗,拒绝随波逐流,将运动风尚与富饶质感相结合,塑造出Sporty Rich的全新形象。 王一博的穿搭哲学是纯粹且具有前瞻性的,他的衣橱不受时下流行的牵绊,一切装扮都源自于对运动的热爱和深入骨髓的生活方式。 从头到脚,无论是选择服饰还是配饰,皆源于他最近热衷的体育项目或户外活动。 这使得他的着装既有男性的阳刚之气,又不失时尚感,是一种真正体上的很难易难的个性化表达,即便穿着香奈儿的女装系列,可看起来依旧是man的不行。 小女孩们追求的白皙肌肤,浓重妆容,爱豆发型以及厚底靴等绚丽夺目的时装,在他这里并无立足之地。 王一博对这些所谓的流行元素并不感冒,他坚守自己的审美标准,用行动诠释了时尚icon应具备的开创性与持久性特质。 他的风格不是模仿,而是创新,不是迎合,而是引领。 有趣的是,坊间传言王一博去年五六月份与某知名品牌的Sporty Rich网球系列合作,可能正是这一契机使他更受品牌方青睐,进一步拓宽了他的时尚版图。 该品牌也正积极寻求转变品牌形象,意图通过与运动和街头文化深度结合来吸引年轻一代消费者的目光,而王一博的独特气质恰恰契合了这一趋势,成为了品牌推广中的亮点。 面对一年内多次被造谣,热议的状况,王一博本人始终保持淡然态度,不为外界纷扰所动,他始终戴着帽子,低调却坚定地展现自我,这份处变不惊的态度不仅体现了他对个人风格的坚守,也是对娱乐圈浮躁现象的一种无声反击。 如今不过26岁的王一博已经在多个领域获得了成功,不仅仅只是从前那个组合团队中的小妖,而是影视有作品,综艺有成就,代言有保障,海内外有影响力的知名艺人, 即便是爱豆出道,却能够走上实力派演员道路并坚持自己时尚理念,不断积极奋进,在自己希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好,从不会被外界的因素干扰,永远心怀善意。 总结起来,王一博以其与众不同的时尚观和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在中国娱乐圈中书写了一段独特的故事。 他的每一次亮相,都是对sporty rich风格的生动演绎,是对自我认知和独立个性的极致追求。 在瞬息万变的潮流洪流中,王一博就如同一块坚硬的磐石,任凭风吹浪打,我自窥然不动,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引领并启发着更多人去拥抱真实、独立的时尚态度。 长风破浪开启看片会,媒体爆料王一博与魏若来角色适配度。 在逃场放映厅举办的媒体超前观影会上,一场名为长风破浪的视觉盛宴已然拉开序幕。 此番盛事,不仅预示着又一部描绘风云激荡年代中热血青年奋斗历程的立作即将横空出世,更是以大荧幕的形式展现了其独特的电影质感和紧凑节奏。 3月18日,总导演姚晓峰,总监制陈芷熙,总制片代营,张书为一同出戏在北京淘场放映厅出戏席,直接将这部作品搬上了大荧幕,让大家以看电影的方式看剧。 根据现场看片的媒体透露,这部作品已经提前播放了两集,但是情节也是足够吸引人想要一集接着一集继续看下去了。 剧中核心人物魏若来由当红演员王一博倾情演绎,两者之间展现出极高的角色适配度。 王一博凭借扎实的演技和对角色深入的理解,将魏若来塑造得栩栩如生,他业务能力强,形式谨慎稳稳重,同时坚守良知与善良,性格坚毅不屈,冷静而富有智慧,这些特质使魏若来的形象立体丰满,拥有完整且动人的成长弧线。 并且王一博在这部剧中的表现尤为亮眼,尤其是在台词功底方面,他坚持使用原声配音,凭借精湛的台词记忆,成功捕捉到了各种情绪变化的细微之处,一阳顿挫间尽显角色内心的丰富情感层次。 他的音色与魏若来的身份背景完美契合,营造出强烈的角色代入感,让观众沉浸其中,望却现实与虚构的界限,不会令人出戏。 在场景设计上,长风破浪也下足功夫,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便是魏若来的居所,那是一处具有旧上海弄堂特色的老虎窗住房。 这一独具特色的置景,为观众呈现了一幅生动的市景画卷,弥漫着浓郁的人情烟火气。 老虎窗虽狭小局促,书籍只能散落在地面,但这与魏若来胸怀壮志形成鲜明对比,预言般揭示了即使身处逼色环境,亦无法禁锢一个少年追逐梦想的灵魂。 这样的居住空间设计,无疑深化了角色内心世界的冲突与张力,更突出了魏若来逆境中成长的独特魅力。 长风破浪通过精心构建的剧情框架,细腻的人物塑造以及真实的长期待现,成功地勾勒出一幅上世纪上海滩背景下热血青年如何迎风破浪,抵立前行的历史画卷。 王一博扮演的魏若来一角深入人心,不仅因为齐卓越的表演实力,还在于他对角色精神内核的深刻挖掘和精准诠释。 这部剧不仅在视听层面给人以震撼,更是在精神内涵上引发了观众对于时代变迁和个人命运交织的深度思考。 如今这长风破浪看片会已经结束,在参会媒体的笔下,这部作品的期待值着实是高啊。 况且王一博这一次又是原生台词出演,真不愧是入围金鸡奖的优秀青年演员呢。 能让电影演员王一博在接下三部电影之后重新选择的电视剧《长风破浪》真的是在一开始就抓住了大家的眼球啊。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